老師 Gruppey 陳希臘教科 這次由初鋒來一起做這個大會 我覺得對於這個 有這樣的一個機會來跟大家分享關於音樂 關於想要說的這些的時候 當我接觸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其實我是很緊張的 因為我一直在想到底要講什麼 因為有很多可以分享的 那也有很多層面 我去考量說 到底是要比較技術面的去跟大家分享音樂 或者是給我們比較 就是人生的一些分享跟一些經歷 去跟大家鼓勵所有的年輕朋友 然後最後我覺得 達到了一個比較平常的一個中間點 就是讓不一定要懂音樂的 還是可以激勵到 然後當然也希望說 一些可能比較專攻音樂 喜歡音樂喜歡表演的朋友們 也可以來聽一些比較心意跟技術面的東西 希望今天的分享是可以 不只是激勵夢想 然後也可以讓已經在學這一塊的朋友們 有更多的這個 應該算是方向感 更清楚的方向感 給大家一些鼓勵這樣子 然後呢大家也知道 下個禮拜的此刻 就是台式要為大家轉播的 第27間金曲獎 當然入圍的很多都是好朋友 不過今天既然 跟JJ有這樣的一個金曲系列活動 那我也要送他一個禮物呢 來祝福他能夠順利再度封王 那還有就是鼓勵他在創作上面的靈感呢 遠遠不斷 所以送一個JJ 喔還有人 耶 因為我們都很喜歡潮流文化 那這是一個美國很專業的藝術家 叫做Cose 然後這個是五年前他的一個限量燈泡 那你不要看這個燈泡 這個燈泡現在行情 在eBay上面最少是五千塊起跳 而且重點是有錢還不一定買得到 當年呢我有搶下幾個 然後一直想要送給有緣人 希望我們看漫畫的時候 那靈感有限的時候 不是都會亮個燈泡 對 送你一個燈泡 祝你繼續有樂樂不斷的靈感創作好歌 同時呢下個禮拜在金曲獎的舞台上 發光發熱 送給JJ 謝謝小哥 哇這個這個好好說 對呀這個真的是很珍貴 對呀這個很珍貴